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在外面逍遥 过年期间 谢霆锋明明已经返岗 也不去看望张伯芝和孩子 陪了几天父母后 就带着王妃奔赴日本去滑雪 估计她也不好意思直接羞恩爱 全程没有晒王妃 但通过护目镜片反射出来的人影 大家还是发现了王妃 此事传出来后 大家都在责备谢霆锋太自私 眼里根本没有亲生儿子 离婚多年还期盼谢霆锋 能回心转意的张伯芝 看到人家跟王妃感情那么好 过年还能潇洒地出去滑雪 她也有些不甘示弱 主动自爆已经脱单的事实 还与男友食指相扣逛街 故意在网上秀恩爱 近日张伯芝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分享带娃日常 晒出的视频中突然出现 她与神秘男子食指紧扣的画面 动态一出 该男子的身份引起大家的猜测 不少网友都认为这是她的男友 张伯芝先是晒出与大儿子 谢震轩相处的画面 15岁的她顶着金色波浪卷 穿着棉袄 虽然正脸并没有露面 但侧脸轮廓与妈妈十分相似 紧接着张伯芝又晒出与三个孩子 一同外出购物的照片 只见她身穿蓝色上衣 戴着同色系帽子 下单运动裤 打扮得既悠闲又时尚 丝毫看不出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她是牵着三大儿子走在最前面 而大儿子和小儿子则紧跟在身旁 值得注意的是 张伯芝的左边还跟随着一位 身穿全黑套状的神秘男子 她身形纤细 双手插兜 低着头走路 从背影看 与谢霆锋有些神似 一行五人走在街头 宛容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但这还并不是最让人意外的 张伯芝晒出的视频画面中 她与一位男子实质紧扣 虽然是一闪而过的画面 但能够看到该男子身穿黑色卫衣 与跟随在张伯芝身旁的神秘男子是同一人 以至于不少人都在猜测 该男子是否就是他的神秘男友 更有甚者猜测 这会不会是张伯芝三胎儿子的生父 一时间网友们议论纷纷 该男子的身份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重点 张伯芝三胎儿子的生父是谁 一直以来都是娱乐圈的未解之谜 每当他与异性一同出现时 对方的身份就会引起大家的猜测 但张伯芝在与邓翠文聊感情话题时透露 即使以后恋爱被发现也不会再公开 因为之前都分享过 但并没有得到祝福 反倒是被有心人拿去做文章 张伯芝也曾透露自己有了新恋情 曾发文表示 我不知道什么是缘分 但我知道什么是原因 言语中似乎是在暗示有了新感情 据悉张伯芝的这个男友 不在乎成为三个孩子的继父 与张伯芝家人相处的时候 大家相处得也很愉快 最关键的是 三个孩子也已经改口喊他爸爸了 代表他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 这就意味着张伯芝和男友婚妻将至了 到那个时候 他风光把自己嫁出去 看浪子谢霆锋 会不会后悔把他给抛弃了 尽管我们不知道 这次与张伯芝十指相扣牵手逛街的男子 是不是之前他晒出来的那个人 但大家肯定的是 他在自己最好的年华里 没有选择嫁人 而是抚养孩子 现在孩子们已经长大了 他也该为自己的下半辈子考虑了 只要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 值得他托付终生 那就勇敢去爱吧 孩子都生了三个 还有什么可害怕的 本来还觉得张伯芝这么多年未婚 一直抚养于谢霆锋的孩子 大家也期盼着他们能够迫近重圆 可后来大家觉得 她是个好女人 值得更好的男人照顾 谢霆锋根本不是最好的选择 没必要在这个男人身上 浪费太多的精力了 2008年照片风波爆发后 张伯芝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张伯芝 谢霆锋陷入沉默 不过很快他就冷静下来 抱着张伯芝安慰 老婆没事 不要怕 有我在这里 谢霆锋一番话 把张伯芝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当时就想 这么好的老公哪里找 再也找不到了 在谢霆锋和谢家的力评下 张伯芝从照片风波中全身而退 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可谁也没想到 三年后 张伯芝和陈冠希再度相遇 没有很美冷对 也没有刻意避嫌 反而像一对久违的老朋友一样 一起合影留念 自为受害人的张伯芝 更是异常主动地调换了座位 不知道张伯芝到底是情商太低 还是胸怀太宽广 反正看来谢霆锋是做不到那样的 谢霆锋一夜之间成了众人同情的对象 人开始分居 2012年 谢霆锋和张伯芝的婚姻终于走到尽头 2014年 谢霆锋和王妃在历经十多年后复合 陈冠希也娶了秦淑培 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而另一边的张伯芝则开始疯狂造作 亲手撕碎了大家对她过往的印象 离婚后 她再次放飞了自我 疯狂进入换男友的模式 据粗略统计 离婚后 张伯芝先后与比她小六岁的两性男 英国人Liu 刚牙哥 还有大陆富豪孙东海等人 传出过绯闻 2018年底 在单身未婚又没有公开男友的情况下 张伯芝竟然又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一不知父亲是谁 二不许别人拍照 一时间 三大儿子父亲是谁的猜测 开始满天飞 但因为张伯芝的绯闻男友 实在是太多了 直到今天 也没人知道三大儿子的父亲 有传闻质疑 孩子生父是西廷峰 可西廷峰马上就否认了 张伯芝则直接让孩子跟自己姓张 名叫张立成 一系列的骚操作 让张伯芝的口碑急速下滑 成了一个争议人物 观众对他的好感也越来越低 为了挽回口碑 张伯芝也接拍了几部电影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但作品也石沉大海 张伯芝婚姻变故 事业寒冬 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工作 全心全力照顾两个孩子 虽然张伯芝不一定是个好妻子 但不可否认 他确实是一个好妈妈 为了抚养三个儿子 张伯芝尽心尽力 不论是儿子的教育还是生活 他都十分上心 在参加节目时 如果他尝了一块饼干 觉得好吃 他就会装在包里 给孩子们带回去 因为儿子的中文不好 张伯芝先后四次搬家 只为了能给儿子找一所好的学校学习 近年 张伯芝通过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再次翻红 他也顺势加入了直播带货行列 不得不说 张伯芝真的是被老天爷追着喂饭的 虽然他负面新闻不断 但总是轻而易举 就能获得无数的关注 2022年10月13号 时隔一年 张伯芝又开始直播带货 当日一开播 就有无数网友涌进他的直播间 人气指数一记绝尘 当日带货量更是登顶了带货榜低名的好成绩 小到纸巾 大到名牌包 几乎都是一上架就立马被抢购一空 带货成绩令人惊叹不已 通过直播带货 张伯芝赚得盆满钵满 事业彻底翻身 就算不再街拍影视 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 现在张伯芝的重心全都在孩子身上 对他而言 儿子的健康和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如今张伯芝已经42岁了 大儿子谢震轩15岁 二儿子谢震男12岁 小儿子张立成也4岁了 从张伯芝日常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出 老大老二个子都很高 当然长得也非常帅气 从性格来看 大儿子比较安静害羞 不喜欢说话 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很成熟 张伯芝认为 大儿子这种性格很有魅力 给人的感觉像梁朝伟一样 在才华上也随了爸爸谢震峰 而二儿子谢震男就比较活泼好动 谢震男是家里运动细胞最多的 平常喜欢跑步 打球游泳 还经常会陪着张伯芝锻炼 从长相来看 大儿子谢震轩 长得最像谢震峰 不论是五官还是气质 都和父亲一样酷 谢震男则比较偏向于可爱一点 虽然小儿子张立成 一直被张伯芝保护得很好 没有曝光他的正面照 但从几张模糊的照片也可以看出 张立成肉嘟嘟的萌态十足 想来也遗传了张伯芝的好基因 据张伯芝所说 小儿子虽然只有四岁 但性格却比较凶 喜欢大家都听他的才可以 不过可能年龄小的原因 等过几年长大些 就应该懂事了 原本以为张伯芝和谢震峰的结合 是金童玉女 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是一场美丽的错误 在离开谢震峰这些年 张伯芝疯狂过颓废过 但他却顶着压力 独自养大了两个儿子 又以单亲妈妈的身份 勇敢生下三胎 如果说张伯芝的前半生 像烈酒一样轰轰烈烈 那么他的后半生 则由烈酒 转为朴实倾向的浓茶了 相信未来有三个儿子的陪伴 如今神秘男友一线深 两人牵手购物 大秀恩爱 张伯芝一定不会孤单 希望已经脱单的张伯芝 不要再停留在过去的美好中 遇到这位不嫌弃他过往 甘愿当三个儿子继父的男人 就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请他放心 全网的粉丝都是他的后盾 有朝一日他受了委屈 大家肯定会站在他这边 帮他去讨个说法 大家觉得是不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